但是我不想嫁给他 我觉得我往往亲 对 是的 是的是 是这样子的 谢谢 谢谢那个 对陈语哥的认 不能说陈语哥 对你们面前 就是小陈 对小陈的认可 是吧 我觉得 他确实对我很好 他真的是对我很好的 不然是就是我的事情 你咱们走 你来干嘛 我来干嘛 表哥你怎么一直打我电话 如果还不接电话 你不是说他走了吗 他走了呀 他走了 他走了 你买个花干嘛 我买个花 我买不过 我在家上 我去今天我去家上 所以买个花给 送给我表面 关于什么事吗 表哥 你今天专门去接 你今天你今天给我说的是 是你说你给我一个惊喜 就是去买花 对啊 我就快快拿着 哎呀 我不要 你不要你就不要印给人家呀 我不要关你什么 我不要呀 哎 表哥我不要 陈语哥 我不要他的花 关于快拿着我今天专门去接受买到的 表表他不要你硬塞给他有什么用啊 对 关于什么啊 玩玩清秀 去 关于关于关于 哎呀 表哥我拿着拿着我今天跑那么也专门去 我都说了我不要 你那花代表着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对啊 我关你说什么啊 是一个 哎 哎我表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我叫你来修我们那个房子 他让我修房子 因为我没有去 你有你有不来真的 修什么房子 又不是阿英的房子 他就修修什么 去修我们的婚房呀 他说是修了我们要结婚的 阿英答应要嫁给你了吗 就开始修婚房了 订了玩玩戏 他肯定要嫁到个对不对 快点 你这是什么道理啊 我什么道理 对 我我肯定是不要他的花 你今天不接受到 我感谢门戒队还要买的 快点 哎呀 表哥快点 哎呀 哪里哪里 表哥 你真的是在家修房子就修房子吗 你还要去买花这些干啥呢 我给你打电话 不然叫你爸妈修计 你又不来 你快点 我最近忙着收山货 我没有时间 我要卖货呀 卖货 我 你拿你卖了吗 快拿拿着我这花 哎呀 快点 我 他不要啊 阿姨 我不要 不收你的花 就是我们事又不管你的事都得拿 哎呦 表哥 表哥 快点 快点 表哥 听我的 啊 表哥 你刚刚就给你耳朵 报声啊 快点快点 表哥 哎呀 拿着拿着 表哥 我不要呀 拿着嘛 我专门今天跑 专门 哎 表哥 今天我专门跑去街上买的 真的 我都说 这两天就一直允我们那个房子 工房啊 阿姨 我都拿着 阿姨不要你 拿钱给他呀 管你什么事我都看不下去了 真的 什么看不下去 我们改天还要买的 我这个 快点 你快点 哎呀 表哥 我不要 拿着拿着 你管我不要呀 今天专门给你买的 拿着嘛拿着吧 给你买的你就拿着呗 不行 快点 拿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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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不要 不要那阿姨 不要你就 不关你的事 我刚刚我劝 我也劝阿姨 我说他拿着 他他自己不要的 那我能怎么办是吧 快点 表哥 哎呀 不要 快啊 哎呀 哎呀 这表 你看前面我就说了 我说他今天 而且你还说说他走了 你怎么 他怎么还在这里吗 他是走不走 你才才回来的呀 你管的 找我走不走吗 我在哪是我的自由 是吧 快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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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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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要 拿着嘛 我真的不要的 快点 陈遇哥 今天我要把这天的专门跑去家上买的 这两天都哎呀 我真的哎呀 我今天在家里面修房子 你过来过来 我们出去出去 出你一下吧 出你出你什么 快点 对 他今天跟我说的是 他说 等一下 他说我给你 我给你 哎呀 他给你惊喜 就是这个惊喜吧 对啊 我不知道啊 你这是给阿姨惊吓吧 惊吓我这么好 你修房子是给你自己修的 你买房子 你买房子 我也不要 我都说了 我不会嫁给你啊 修房子 我在修我们的灰房子 你怎么懂 我都说了 我不会 阿姨当心说要嫁给你了吗 我们订了王八千 又不管你的事啊 订了王八千 人家不会嫁给你 那你 你 没你的事啊 你对 你就 哎呀 拿着 表表表 我真的不要你不用你 你以后别给我买花之类的了 真的 你现在不接受 我一块买 哎呀 家人们你们说真的是 我一块天天要买 哎你不要你 阿姨不要花 你没听到吗 不要 他不要你这花 你自己拿回去 拿回去玩吧 你拿到你家里面去房子吧 你以后就 我都买都买了 你以后别 放在家里面 别浪费这些钱给我买了 快点快拿着拿着 嗯 表哥 我我真的 我真的不能要的 我今天专门没去 没去修房子 专门 专门跑去街上买的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在这里 你所以不要有这个花 是不是啊 表哥 你又在说什么呀 真的是 你看是不是有你的原因啊 又是我 是啊 你怪我了 肯定怪你了 都怪你才在这里 他不用我 就不接受我的花了 那不不接受你的花 能怪我吗 你在这里才这样子的 表哥 你以后别给我买花 自己拿出去吧 我都说了 拿出去玩 拿出去玩 而且你别玩 你不是说他他走了吗 你先 搞了 现在你们的 他走了 他走了 如果他是回去 回公司里面 处理事情啊 然后 处理事情 肯定是他在这里 他又回来了 所以不接受我的花 哎 你出去 出去 我出去 你凭什么叫我出去 这是你家吗 出去 这本就是我家呀 这是我爷爷的家 表哥 你看我们好好都在这里播着 我们要在这里卖货 结果 大家那么多网友在看着呢 我真的不要 表哥 快点 表哥 你再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就把这花扔出去了 真的是 拿着 我都说了 你以后别给我买花了 我不会嫁给你的 我都说了 今天专门没去修房子 所以 专门跑到监生去买的 对呀 阿姨他说他拿着 我又不嫁给他 我肯定是 这个 不要他的花 你修什么婚房 阿姨他在这里 所以你不接受 是不是吗 阿姨 不是表哥 不是这样子的 阿姨明跟你说了 他不嫁给你 你没听到吗 不嫁给我们 都订了王后卿的房子 都订了王后卿 你凭什么说 跟他修婚房 然后说了要嫁给你吗 你这人还真奇怪啊 我都不想做 没有素质的人 不要表哥有时候忍不住 真的想要 真的想要骂你 这个话都在 他说不要 你没听到 不要 关你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的事情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表哥我真的不要 而且我都说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哎呀表哥 别说了呀 你看很多网友都说 把他花接了扔出去 扔出去 人不喜欢你啊 大家都不喜欢你 我们家人都不喜欢你 对呀 我不嫁给他的话 我肯定是不那个 他之前是说 呃就是让我卖卖货的话 也不能就是在这里卖了 他说让我背到街上去卖 然后呢 还让我就是呃说什么 要给他 你出去 你出去 都你在这里 所以他 那你为什么你不出去 我们两个交他挣钱 这一只狗生吗 这不是他都不接受我的花了 真的 他以前介绍过你的花吗 他在这里我肯定我都说了不要啊 真的是 我不嫁给你 我肯定就 嗯 他不他不嫁给你 他接受这话 他还不跟你谈恋爱 他还不给你 我要是把他直接甩出去的话 他会他会那个 他会一直那个在这里吵的 他吵的话 我你就是 你们也知道有有几天 他一直在 我今天今天大太阳 我专门去跑到肩上买给你 他说他不要 你没听到 不要 不管你的事好不好 怎么不管我的事 我 我有语语哥送给我的花 他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我喜欢这个 他这个不行 我那 接受我这个 我那是你那是假花吧 我那是生花 我这个男子假花 我今天就去那个搞活动 我喜欢这个 我不要你的那个 日子拿到货 拿到货 日子要是货 你这个不要了 哎呀 哎呀 我不要你的 哪啊呀 我不要你的 你们 这都是少少娘的 对呀 他要娃娃牵 那是那是 哎呀 表哥 哎呀 你这个他不要啊 你你给我吧 你给我 我帮他说 我干嘛 我干嘛 跟你讲 你出去 你出去 我出去 我还想让你 我还想让你出去了 你这个屌毛快出去 你还骂我 你骂我干嘛 骂你 谁叫你才 谁叫你在这里的 我在这里 我惹到你了吗 这不是你家里面 这是你家里面吗 这是我家呀 我不能出去打工 你这个人真的 拿给我吧 给我给我 我干嘛 表哥 我不要 真的 你这表哥 你这个人才 我真的觉得 我把你什么 你真的是 你不要打 我在这 好好挣钱 你非要每天 你不在家 好好吃 你最前的吗 你跑过来干啥吗 快点 我 我那天最前的吗 那上次 你说你十一二点 后来 然后我们一直等到你 一直等你 你怎么没来 这个要等到我爸妈 回来 才能解决 我来不来 关你什么事吗 你来不来 怎么不干我事 那天我就一直在等 你那天醉了 你哪天不醉啊 还要关你 不要跟我 我真的不要 我都说了 你以后不要给我买花 这些 别给我买花 而且你修的房子 也是你自己 跟以后你老婆知道 我不会嫁给你 所以呢 我才不会去修你的房子 那都是给我们两个准备的 修的昏房 给你们两个 阿姨答应过要嫁给你了吗 订了娃娃牵了 订了娃娃牵了 就给你们两个准备了 又不是我说的 真的是 我现在订了娃娃牵了 快点 我今天专门去 他去接受给你们买的 快点 不要 不要 他不要 关你什么事 我问你啊 这话你要拿回去 留在里面 你会给你老婆知道吗 你要送 你要 你送给我吧 行不行 我帮他 我帮他 我帮他送了 我说跟阿姨说一样的 我要是那样的话 他会打成你哥的 那你以为你又是谁啊 你出去 你出去 我不出去 我凭什么要出去 要出去也是你出去 我们两个在这做生意呢 拿着嘛 做生意 你这 这拿来做生意嘛 他就是一直让我嫁给他的 好吧 我真的是 在整个时间 我房子修了 我们去打过 你看 我都做的什么 我都做的好好的 他也没来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就一直那样 我今天专门跑去 我都说了 我不会嫁给你 所以我肯定不会要你的花呀 而且我一直是不是跟你讲的 我今天专门给你买的 阿姨要我这个 你这个你不行 把我的花捏烂了 我这个才好看 我不要 我这个才好看 我真的不要 是不是 你真的是太无赖了 他说不要了 他已经拒绝你多少次了 你不要 你就不要 我都说你以后别给我买花 他是不是在这你 所以你所以才不接受这个货 不是呀 不管是不是陈永哥 我都说了 不管是有没有 帮我什么事啊 阿姨 他不想要你的花 我说了我不愿意嫁给你 就是不愿意嫁给你啊 肯定是你 哎呀你出去 哎呀你这个 我出去干嘛 应该是你出去 我出去 这是我家 这是你家 对啊 他就他就 这还成你家了 哎呀表哥 你这自来实话 是吧 你还这么 你看他一直跟我讲什么 还还跟我讲的 他说说你一直都在骗我 他他他就是在外面工地上面打上班的 你把房子修好了 表哥你就去好好打工了 真的好好打工挣钱 娶个娶个老婆 管你什么事吗 真的我们的 阿姨跟你说 阿姨在这里 阿姨都说了 他不嫁给你的 我嫁给我们订了娃娃亲的 反正我不管 订了娃娃亲 对啊 快点把这个花交了 这是什么年代啊 还订娃娃亲 你别再去买了 你别再去买花了 你也别来打扰我 你看我在这里好好的 我在卖货 然后你拿着卖货的吗 你这种把房子 等到时间把房子修好了 我们去打工啊 你这个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没卖 他就是在工地上面上班的 等到时间我们就一起打工 打工 我不去打工 你这你这搞的什么 一天在这这搞搞搞搞搞 什么东西也没卖 不要他不要 我都说了我都说了我不要 把我们昏房修好了 我们一去打工 你修了那是给你以后的老婆 我说我用 我们都订了娃娃亲的 订了什么娃娃亲 订娃娃亲 什么是吗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订娃娃亲没用的 哎呀 我不想跟你 不要扯这些有的没了 现在你来这里 你出去 你出去 我们什么我出去 我们那个没了 我就在这里啊 我就在这里 你以为你是谁啊 真的 我是谁 我都说了 哎呀哥哥姐姐真的是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 这个角毛在这里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不敢接受我啊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之前还怪到我 之前不是这样子 怎么办呀 这哥哥姐姐 他一直在这里 从头到尾 他跟你说过 他要跟你结婚 这么一回事吗 反正我们订了王 现在反正从小都说好了 他一直说要把我带出去打工 他说我在家是挣不了钱 他就一直的样子 你就是天天这样搞 搞搞搞 表哥我能挣钱的 我说等一段时间 我把房子 我们的婚房修好了 你的房子修了 那是跟你老婆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们的房子修还 我们一起去打工 他不要 那这个天天花 那花你给我吧 给我吧 给我吧 我给你干嘛 真的 你今天天天交到什么玩意儿吧 天天交到挣钱 天天交什么玩意儿 他说他因为我不是给他订了娃娃牵嘛 然后他觉得他那个 你这个天天不搞 这个也这么 我天天在这里 我是可以卖货的 那些玩意儿 还拿去街上卖算了 真的卖不出去 拿来拿来给我给我 干嘛要给你啊 怎么不给我啊 阿姨不要你不给我 你给 我干嘛要给你啊 那你就只有自己把他带回去吧 他给你拿给你 表哥我真的不要 拿着嘛 阿姨都说了不要 你为什么要前人所难啊 你为什么要难为他呢 拿着嘛 我今天专门 表哥 表哥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真的 哎呀我今天这几天都在修房子 今天专门可以给你买花 你可以回家去休息了 你买花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你要给阿姨买花 怎么以前没听说你给阿姨买花 不管你是阿姨以前都跟我说的是 你每天晚上喝醉了 就要给他打电话骂他 关你什么事吗 我喝醉 每天都要喝酒 你这样 快看 哎呀表哥 我都说了我不嫁给你 那我肯定不会收你的花呀 你把自己花 你把自己 你自己把花拿走吧 拿走吧 拿来给我给我 干嘛要给你啊 不要抢我花啊 他是不是想抢我 他就是那个样子 我都说了 我说我娃娃亲是我爸妈 我抢你的花干嘛 我一个大男人 我说我娃娃亲是爸妈定的 大男人 你是不是想想想抢我的花吗 你的花干嘛 我这个说我表面的人 真快 你不要一天 别别太忽略了 天天的样子 哎呀真的 他一天天在这骗你啊 好不好 我骗他 我们挣钱的时候 你怎么没说我骗他 挣钱 你这是挣钱了吗 哎呀真的 还不是去打工 打工 打工 你 你这个思想太落后了 现在是网络时代 你不要 你不要拉拉手手的 哎呀 你不要动我 哎真的 你不要动阿姨 哟 我把你什么什么 这我们的事情 你一天就教他 这样的话 你这是教什么玩意儿吗 这样的话 不雷格的 教什么玩意儿 教他在网上卖东西啊 卖东西 我是 你哪里知道钱 你那东西玩意儿 还不是拿去街上 街上卖 真的 哎呀真的 街上卖能卖 一天能卖 还不是 你接受吗 好一点 真的 你 踏踏实实的 你真的 踏踏实实 现在在网上卖也踏踏实实的 你这玩意儿 不追不大实的 我要是接过他的花的话 他就会这样 他就会 阿姨 现在每天最担心说话的就是你 怕你来找他 找他麻烦 关你什么是吗 找我 我找 就是我找他的事情 你还可以 你要不问你 哎呀你这些快接受 你不接着我 今天不走了 真的快点 表哥你别耽误我 我还要买 走 我们两个出去说 表哥快拿着 别在这里耽误我 我还要卖货 我还要挣钱呢 哎呀你拿着这些钱吗 你这样 拿去接什么 真的没什么 拿来拿来 给我吧 给我 不要抢我的花 哎呀 真的 找我们出去谈 我们出去谈吧 我干嘛要跟你出去谈 出去的这应该是你了 我跟 出去 我们两个都出去啊 这本来就是阿姨家里面 我们两个本来就该出去 这是我家呀 真的 这你家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关你什么事嘛 表哥你别耽误我 我要卖货的呢 我要挣钱的 卖不出去好不好 你这 哎 就这样 我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汇房 搞好了 我们去打工 打工才还有一点 我都说了 我不会去打工的 你这个我还要这 我还没人会买的 哎呀 有没有人混买 你你不用管吗 反正我们能挣钱就行了 我能我能我能我自己去买 我能自己去买 我能自己卖出去就好了呀 你你别在这里影响我卖货 行不 挂拿吧 快点快点 表哥 你不要在这骚扰阿姨 表哥你别影响我 不挂你的事啊 哎真的 你这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阿姨都说了 不要了 不要不要 说了多少遍 你在那儿抢人所难干嘛 现在这个都怪你好 现在我以前他不是这样 现在花都不不接受了 对不对 我不管以前是怎么样 他肯定是看到了你给我拿的话 所以他今天肯定是又跑去买 跑去 拿去买 不要人 要不要你 不要抢 我的不挂你的事 不要动我 你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儿难为阿姨 好不好 表哥我要卖货 别在这里 人家说不要 你非要强加给人家 你不是难为那是什么 哎呀 你今天不难 我不走 表哥 你别在这里耽误 我在这里 我还要卖货呢 我直播间 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人 不要在这儿耽误 阿姨 有多少人 行不行 我拿你耽误的 你这边 你这个 别去街上卖 别去街上卖 对啊 那你别去街上卖一下 我在网上卖一下 我看我们哪个谁卖的多 网上 你哪个会买啊 真的 哪个会买 关你什么事 那么好的东西 凭什么没人买啊 没人会买的 你这太封建了 亏你还是年轻人 你不知道在淘宝上 你现在不管你的事 不管你 你在淘宝上买过东西 没有 什么淘宝 这就是一个盗你啊 他不懂 你又搞什么玩意来 骗我啊 我骗你 我没事 我吃饱了 我没事 我来骗你 不要把这个拿 拿你擦 表哥 拿 说了他不要 哎 不关你的事了 好不好 总不关我的事 干嘛 我给你问 你要干嘛 你这个态度 你真的要干嘛 你别影响我 我要卖货的 我不想干嘛 我只想 我 我只想把我们两个事情 我们事情好好解决好 以后你就不要打扰阿姨卖东西了 我就跟阿姨的事情 没没没没你的事情 那你出来出来 哎 真的是怎么办 得阿姨不直播了 你打打扰 哎呀 表妹 我问你 你是不是他来 所以现在才这样子 哎 真的 不是 主要是他带着 我在这里挣钱 我在带他挣钱 你懂不懂 你这最强 你现在哪里卖的嘛 你最难感情 飞去街上 我我请那个摩托车去 你那也不要做他的那个 我就是直接给他讲的 我说是 我不会嫁给他的 我说他修的房子 也给我一点关系 没有 等我们把那个同房 那个房子修好了 我们去 没有 他没有 去外地打工 打什么工啊 打工 你这个又挣不了钱 怎么挣不了钱啊 你你把话 你出去谈吧 不过 这是不要直播行不行 这个也不关事好不好 这不关事 我是他的 现在 我是他的生意合伙人 我们两个自己在干 我们两个一起在干这个事情 这是我和我表妹的事情 表哥你别说话了 我今天要给他 必须要给他送话 而且这些东西 你这些东西还拿去 拿去钱 他每次来都会影响我 没人会买的 你这个手机 但是阿爷他不要你的花 这个不怪我是吧 我让他不管你 你来才这样子的 是不是 我不如来他 本来我问你 是不是他在这里 所以你才这样子 不是啊 他本来就是带着我 好好挣钱的 挣钱 你 你非要带着我 哪个会买的吗 哪个买 不管你的事 你现在在这里 这个不管你的事 而且他 你还说他 他出去了 所以他说 我出不出去 我就算我在这 我那也不关你的事吧 搞得心这么 不关我的事 关你什么事 谁说不管我的事啊 你天天在这里 在里面 你们两个在里面 干嘛嘛啊 干嘛 关你什么事啊 我们两个 表哥 我真的不要 不要动我的花 好不好 表哥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真的 谁这样子的啊 不是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真的 拿来 你花给我 我干嘛 要给你啊 你出秀啊 真的 你干嘛 要你我出去 要出去 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这本来就是阿姨家 我们两个都就是我爷爷来家 现在也 以后也数过了 那我现在还叫他外公外婆呢 这个时候我外公 我叫你出去 我也会 我也会 你 吓唬你 关键出去 你乱叫你 什么乱叫 小哥 你在这里 你才是乱叫的 你在这里的话 你在这里的话 你会影响我的 阿姨在直播卖东西 拿你卖东西 他在挣钱 你哪 那天也是这样 天天这样子 天天这样子 天天是不是都在骗他 是不是啊 我骗他 一天在那里 哪个会买的吗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单子单子的 哪个会买的啊 关你什么事 哪个单子 让你看单 订单你也不看 哎呀 我不管你这个 你这个玩意 我真的烦死了 表妹 你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他在这 是不是他在原 你不要执我 行不行 你那个手 管你什么什么啊 你执我干嘛 执我还不管我的事 我说你 对啊 你执我干嘛 你你是 我说是你摊的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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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去 走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把这个事情好好谈一下 我真的烦死了 阿姨 你呢 这是我表哥 这是我表哥 他不要 阿姨他不要 不花你的事 哎呀真的 表哥你别影响 我在这里卖货 真的是这个卖不出现 卖的 卖不出现 卖不出现等等 你不要动手动脚的 等两天 我们那个 不要瞧人锁难 行不行 等两天 我们那个 我们修好的 我们修好的 打锅 打锅 你不要瞧人锁难 阿姨说到不要 你这个玩意没什么买的 你要卖的话 你去街上卖 真的 快点拿着 不要 阿姨他说了不要 真的 拿着我快点 表哥快点 不要动手